嗨,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点击订阅 谢谢 哇,太棒了 我们要做热气球 飞上天空吗 哇,有点害怕 卢卡斯,别担心 我们注意安全就没问题了 而且韦斯也跟我们一起呀 对呀,像左儿说的 注意安全就行 来,我们要准备起飞了 哇,门开起来好小啊 就是呀 哇 因为突然刮风了才会这样 朋友们,抓紧吗 要撞上天线了 尾四,出动 霸王,找他 那是 是糖果 我想尝尝那个糖果 卢卡 停下来 停下来 怎么了 我们要准时到达下一站 还得加快速度 那里 你快看看那栋楼 他怎么能在楼外爬 你看,韦斯也在那儿 我们要快点联系韦斯才行 嗯 大家都没事吧 嗯 韦斯 哦 卢卡 我现在正忙呢 韦斯 有一条泰坦马 正在你们那栋楼外面往上爬呢 什么 太太猫 我的糖果 不行 太太猫 这是什么 啊 啊 朋友们 快躲到那边去 某尔塔 你们快过来帮忙 知道了,韦斯 走吧 走吧 柯迪 好的 博尔卡 出动 柯迪 出动 我们沿着太太猫的身体上去吧 嗯 太太猫 我是韦斯 我们帮你拿开气球 你不要紧张 先别动啊 韦斯 你居然在这里 韦斯 我们过来了 柯迪 你先把朋友们带到楼下安全的地方去吧 知道了 朋友们 快坐上来 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柯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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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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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憋坏我了 哎 对不起 我以为那个气球是糖果 不管怎么样 有人生活的建筑物 是不能随便爬上去的 这样会很危险 以后可记住了 知道了 安彩 佐尔 路卡斯 真的对不起 没关系 下次不要再吃我们的热气球就行了 对啊 刚刚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坐着科迪 像坐过山车一样 咻地从楼上滑下来 安仔 太太盲的身体 才不是过山车好吗 是吧 对了 太太盲 向后看看 有东西给你 韦斯 以后想要吃糖果 或者有什么需要 就来找我们帮帮龙队员帮忙 知道吗 知道了 一定会找你们 汤果真的很好吃 我们今天要走那条新建的大桥 然后去失去的超市 那我们是不是能更快地去到超市呀 当然呀 我们会比以前快三十分钟哦 哟哟 太棒了 那我们赶快去逛超市吧 好呀 好久没去小镇了 今天要好好逛过 嗯 什么时候多了一座桥 从桥底应该能通过吧 哎呀 恐龙怎么跑这儿来了 在哪儿呢 哇 是我最喜欢的万龙 咦 它应该想从桥底下穿过去 可是 这桥太矮了 应该过不去吧 啊 桥从中间断开了 啊 我们快掉下去了 得叫韦斯来救我们 韦斯 你在哪儿 索儿 妈说什么事了 万龙刚刚想从大桥下面听过 结果撞到了大桥 把大桥撞断了 什么 你等等 我马上出动 我们快掉下去了 你快来呀 知道了 物贵很快赶到 我们的车快掉下去了 怎么办 哦 包包龙们快来救我们呐 卫斯 初动 石刀 初动 哇 它们来了 哎呀 linea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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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招牙 嗯 嗯 哎呀 我们很快 哦耶 时间刚刚好 伟森 我把车拉到修车中以后再回来 知道了 哇 我们得救了 伟森太棒了 万龙 现在可以把头抬起来了 万龙 你没事吧 嗯 我没事 佩莉 你这是要去哪 刚刚城里有恐龙受伤了 我得赶过去帮他们治疗呢 哦 怎么办呢 现在大桥断了 没办法过去 那个 不知道我帮不帮得上忙 啊 万龙 你吗 嗯 等我一下 万龙 这样可以吗 我可以的 佩莉 你快去救受伤的恐龙 嗯 知道了 万龙 那你再坚持一下 让桥上的车都安全地通过 好吗 好 来 从这边车道的车辆开始 大家慢慢开哦 哇 万龙居然变成大桥了 万龙加油 万龙 成功了 你累了吗 不累 都是因为我大桥才断的 差点就出大事了 桥断掉了重新修好就行 你别担心 哇 大桥改建成这样之后 恐龙内也能经过 车辆也能安全地在桥上行驶 真是太棒了 万龙 再见 哇 真漂亮 哦 韦斯 你怎么来了 我想挑一个鱼缸 我想试试养鱼 这样啊 那你进来看看吧 好 谢谢叔叔 哇 这里不是大海 怎么有这么多鱼游来游去呢 不过 这些都是真的鱼吧 真漂亮 该有多好吃啊 是 啊 中爪龙 出什么事了 哎 那个 我抓鱼的时候不小心 啊 哎呀 这样下去鱼儿都要渴死了 怎么办呢 我一个人可救不过来 紧急情况 请在鱼缸殿附近的方方龙听到后 马上过来支援 我现在过去 我也正好在附近 现在马上出动 汤姆 出动 爱琪 出动 怎么 怎么办 我们要赶快救救他们啊 怎么办啊 快救救他们啊 中爪龙 你先别急 uelle型 多高 霸王龙找牙 漂亮 äd 你又起来了吗 对 对不起 没关系 伟子 情况很紧急啊 汤姆 先用你的铲子来代替坏鱼缸 爱琪 你往汤姆的铲里装水 交给我吧 知道了 众爪龙 现在你来帮我把鱼放进汤姆的蝉里吧 我 我来 别担心 你可是有名的抓鱼高手呀 我们赶快抓 卫斯 我来了 汤姆 来了 已经准备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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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爪龙 你果然是最厉害的抓鱼专家 鱼儿们 刚刚对不起 众爪龙 你刚刚为什么要碰鱼缸啊 因为 鱼儿们看起来又漂亮又好吃 我一个没忍住就 众爪龙 你可能不清楚 鱼缸这东西 可以让不能到大海里看鱼的人 也能养鱼 也能观赏鱼 鱼缸里的鱼都是观赏鱼 可不是拿来吃的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还有 不管你刚刚有多好奇 也不应该随便乱碰别人的东西 对呀 这是不好的行为 知道了吗 你们说的我记住了 好 那么 为了让你记得更老 好 你可要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哇哦 哇哦 哇 你好厉害呀 哇做的有模有样呢 这种事情简单啦 好凉 好无聊 有什么好玩的呢 这是什么声音 从哪里传来的呢 哇 一发出声音 车球都停下来了 车怎么都不走了呀 再这样下去 要迟到啦 那可不行 是博尔卡要进步啦 不是呀 刚才明明听到鸣笛声啊 这次是真的 博尔卡和科迪都不在 声音到底从哪儿来的呢 呃 你们看 那儿有一只富质龙 难道是富质龙发出的声音 怎么回事啊 也没有火车要经过呀 只要我发出声音 车辆就会停下来 哎呀 太有趣了 大家都以为他发出的声音是鸣笛声 都停下来了 所以才塞车的 我们得阻止他 怎么办 我们也没办法从这儿下车走过去啊 哦 我们请韦斯帮忙吧 嗯 好呀 韦斯 快来帮我们管管复制龙 他在铁路道口夹扮猎车胡乱鸣笛 弄得这大塞车 这样下去 我们都要迟到喽 帮忙我们 韦斯 我马上出动 韦斯 出动 得绕其他路过去了 过了隧道就是铁路口了吧 我得先好好看看周围有没有车 啊 真的很好玩 不过是时候回去吃东西了 最后再玩一次就回去好了 啊 是博尔卡的生意 先停下来吧 是 嘿嘿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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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定 韦斯 你没事吧 嗯 我还以为是博尔卡 所以紧急刹车了 怎么回事 刚刚是什么声音 刚刚是傅志龙发出的声音 傅志龙 你怎么能在这儿不乱发声 韦斯 我只是觉得车辆听到我的声音就停下来 很有趣 你可能只是觉得很有趣 却不知道给大家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啊 安仔 博尔 卢卡斯上学都要迟到了 其他的车辆也因为大塞车动都动不了 何迪刚刚也被你吓得不轻 差点就要出事故了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请你们原谅我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玩闹了 嗯 傅志龙 你以后在必要的情况下再这样发生好吗 嗯 你好 傅志龙 听说了 博尔卡 大家好 祝大家今天心情愉快 每次火车经过的时候 傅志龙就发出响声提醒我们 真的太方便了 哦 这样更安全了 它也不会随便乱海了 也不塞车了 对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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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慢慢吃 妈妈去给你们再抓些鱼回来 哇 今天天气真好啊 乐平 你在这这这做什么呢 是斯东啊 我在天空中飞翔呢 今天的风很凉快 很适合飞翔 你怎么了 乐平 你看 下面的那栋大楼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大楼 风神翼龙宝宝们怎么会在楼顶上啊 不行 我们快过去看看 小朋友 你们怎么在这里呀 这里很危险的 我们在等妈妈回来 你是谁啊 我们是帮帮龙探险队 我是乐平 我是斯东 你们怎么在这里等妈妈呀 那是你们的巢 怎么会在高楼楼顶上筑巢啊 这样不行 我得赶紧联系韦司 风神翼龙怎么会在这么危险的地方筑巢呢 风神翼龙的特征之一 就是喜欢在高处建巢穴 这样可以保护弹虎被偷 而且起飞的时候也能更容易乘着风势 所以才会在这楼上筑巢吧 原来是这样啊 这栋楼太高了 下面就是车道 翼龙宝宝们如果在这里练飞行的话很危险 看小风神翼龙们的动作 好像很快就要开始学习飞行了 是啊 他们一直在煽动着翅膀呢 突然刮起了大风 是吗 那我们必须得搬走巢穴了 想要一次性把巢和小风神翼龙们搬走的话 需要请求支援呢 大陆 你现在可以过来帮一下我们吗 我看 在大陆来之前 我们就在这儿等风神翼龙吧 嗯 好的 知道了 知道了 翼龙宝宝们都跑去哪里了 哇 他在转圈圈 好厉害呀 等着我吧 等着我吧 有危险 韦森 出动 霸王龙走牙 呃 额 用击 horm 出动 走 出动 particulive 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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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往路 知不知道 花射提前 幸亏大落赶到了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幸亏有你们 我的孩子们才平安无事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谢谢哥哥们 以后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我还以为 只要把潮住在高的地方 就没问题 是啊 不过这里车也多 小翼龙宝宝们 如果在这里练飞的话 很危险 你说的没错 我应该听你的 把潮搬到其他地方去 太好了 斯东 我们去帮他们 找合适的地方吧 好啊 放心交给我们两个吧 谢谢你 韦斯 我和宝宝们很喜欢这里 住在海边 我以后捉鱼就更方便 更轻松了 你们喜欢这里就太好了 乐平 斯东 大落 也谢谢你们 乐平哥 斯东哥 下次再见的时候 我们肯定也能帅气地飞上天了 我很期待呢 我的气球飘得更高 对吧 安仔 你小心气球飘走 早上好 叔叔 需要我们帮帮您吗 这可不是你们两个小朋友 可以帮忙的 大人力气大 做起来也累 不过还是谢谢你们 有这份心了 好吧 如果能快点长大就好喽 对吧 安仔 对啊 小孩子做不了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那不是剑龙吗 在哪儿 剑龙 剑龙 哎 子文 安仔 你在做什么 啊 其他恐龙朋友 都忙着帮助小镇的居民呢 所以我也想找到 需要我帮忙的朋友呢 麻烦你们让一下 有个盒子掉下来了 谢谢你 可以让我们帮您吗 真的吗 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我也来帮你们 你要帮我们 怎么帮 瞧我的 不行 为什么 我的天啊 对不起 我得回去重新包装一下 太抱歉了 怎么办 你刚刚也只是想帮叔叔的忙 叔叔会理解你的 啊 还以为我的长刺能帮上忙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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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气真好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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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好像出了什么状况 去看看 嗯 朋友们 发生什么事儿了 鱼 尾子 佩莉 这里 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是 真的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的长刺 把这里弄成这样 哦 不过 这要怎么办呢 好 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很快就能恢复原状的 韦森 投败 佩莉 出道 嗯 完成 太好了 对吧 剑龙 咦 你怎么不高兴啊 我都没有帮上忙 只能在旁边看着你们收拾整理 我真的不知道 长刺是这么麻烦的东西 嗯 这可怎么办好呢 啊 我知道哪里需要用到你的长刺了 嗯 啊哈 小心 小心 哎呀 幸好有你的帮忙 我都不用费劲了 一下子全好了 谢谢你啊 剑龙 你明天也能来帮叔叔的忙吗 哇 真的吗 哇 太好了 你现在还会觉得长刺麻烦吗 不 我现在觉得有长刺 真是太棒了 原来我的长刺 也可以用来帮助别人 我真的好开心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各位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和关闭上的频道。谢谢!